再来看看红十字会展现募款成果 88丰灾的重建 日本311大地震的援助 还有远赴海地 斯里兰卡 缅甸等国家的灾后资助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王清风就任一周年向外界展现成果 88丰灾后的重建 红十字会还在继续日本的赠灾的工作 我们也在预算上面 我们的执行力也已经高达99.4% 捐助工作达成率都高达八成以上 接受帮助的地区或是国家得以恢复平静的生活 这是急难救助部分 对于台湾人民生命的呵护 红十字会也有新想法 安排了下乡的计划 直接到每个县市政府 还有乡公所 正公所 区公所来对话 让大家了解红十字会在做什么 同时更重要的是 红十字会可以跟大家合作做些什么 红十字会的定义要明确款项流向 透明化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发挥爱心 参与捐助行列 这里新闻 李卫成 台北报导